大家好,去到2021年1月中旬時分 我們繼續分享日出康城不同屋卷施工情況 今天會去看看C2Sky 另外會討論多一點C2Sky的不同情況 例如大家會比較關心,究竟有沒有商場這部份 有二手資料提及,我們今天會去討論一下 時事留心即學問,歡迎來到BIPP豬仔頻道 還未訂閱及訂閱我們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首先我們先看看基本資料 C2Sky總共有三個Towers去組成 由左到右,Tower1,Tower2,Tower3 Tower1是比較矮的 而它的規劃去到60樓是最高的層 然後中間的Tower2是67樓 而Tower3是68樓 當然它規劃的層數未必是實際層數 因為有些4字,14字就離開了 昨天也有約莫提及過 實際情況和旁邊的Lp10 Lp10的第一座 相對層數會比較矮 然後第二座會高一點 然後再去到左邊的Marini 形成了一個類似高低,然後再上高的情況 對方有少許波浪型的設計 外觀上 如果我們很快去看看Fall Plan 看見到向上向北面的話 Sea to Skies 向北面 一直到南面 即是西面 西南 西北 其實都會有機會看到海的位置 向西那邊有少許特色 因為向西那邊 星期一出片 其實那裡會建一個海賓的長廊 接駁到跨灣大橋 所以Sea to Skies 設計的方式 會有一個方向 很多大單邊會向西北邊 看張哥奧南那邊 有一個海景 另外一邊會看西南邊 看看鯉魚門和南塘海峽 或者我們很快去看看12月的施工情況 12月10多日 看到Sea to Skies 的外牆 已經是 起到七八八 外表看 就好像已經 起完 實際上的情況 其他地方 其實12月份 他有一張新的價單 另一批新的單位 是展示了出來的 這個羅園 看到方向的位置 12月份 有展示過 其實12月份 有很多地產代理 就進入了 那時候正在賣的 銷售單位裡面 拍攝了一片 其實 你會看到 無論外牆和內籠 都好像已經 起好了 可能只剩下其他設施 例如 底座 會所部分 或者不同樓層 其他 沒有那麼主要的 不是單位裡面的設施 還在建 我們即時去片 看看 現在1月份的情況 他繼續 就用 他本身大廈自己的 吊船 去 撿樓 外場就跟12月份差不多 今天會說 多一點 Sea to Sky 裡面 的設計 情況 因為 Vivy上網看 還在說 換另一個角度 看看 剛才還在說 Sea to Sky 的關鍵日期 是去到 2022年的年頭 2月份的尾 才到關鍵日期 距離 今年的時間 還有超過一年 但你看到 好像很大部分已經 起好了 所以 其實 他會不會提前 提前交流 也有可能 但是 應該 很大機會 9成9機會 可以準時交流 或者提前交流 這邊 看上去 其實 晚上有時看見 試燈 感覺上好像 有些單位入貨 說笑 另一個 就是 比較多朋友問的問題 究竟 入車位 在哪裏 因為 可能星期一 那條片 說 日昌行城西面 看上去 就不覺得有Sea to Sky 可以在西面 就可以進去 Sea to Sky的位置 行人的路線 就有 好像有條升降機 其實 就會是 平台 北面平台 剛剛這個位置 這裡有一個洞 可以有汽車出入口 我們就 在這個 北面商場的 Level 3平台 那裏 嘗試向Sea to Sky的方向 走過去 你現在看到 左邊就是 北面Level 3的商場入口 或者商場的 上落客車的停泊位 最近 是 的士上落熱點 北面見到很多的士 在這裏 上落客 只是落客 上下比較少 我們繼續向前走 前面有個類似 好 我們沿著這條 行人路 繼續向前走 向Sea to Sky的方向 你看到 上面 其實就是Level 4 左手邊 這個駁位 應該是第十三期的 有過行人通道的位 因為右手邊 這裏 整個地方 就是將來的 第十三期 向前走 看到有個類似隧道 其實就是汽車出口位 所以 之前有個朋友留言 這個朋友差不多 都陪伴著 VP Channel成長的朋友 一直提開 有留言 其實 不斷問 哪個位 可以上落車 其實就是現在 展示給你看這條路 右手邊 有一點點 平台的位置 應該都是留給十三期 去跟進 反過來 看出去 就是 出到 上落橋的 即是 康城路那邊的入口 我們繼續向前走 來到 迷里隧道的入口 你看到 這裡 之後出隧道 就會少少 暗斜上去 就應該去到 Sea to Sky的入口 或者是LP10的汽車出入口 VP就停在這裡 因為 它就 有個 個個按鈕在這裡 守住 所以 更新的這部份 今天 另外一條影片 就想去討論一下 就是 一個 大家都可能比較關心一點的問題 究竟Sea to Sky的底座部分 會不會有商場 可以給其他 康城 或者 就不知道不是康城 使用呢 其實之前 VP都在不同地方 約莫都有聽過 有機會是有商場部分的Sea to Sky 譬如 這個 胡雪樓市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它 其中一個 我想它都挺有心的 說香港樓市的KOL 它之前 其實就在有線電視 專門負責一個樓市的節目 後來 大家都知道 由線縮到越來越少 它 就繼續 自己興趣 或者當成自己終身事業 現在 就做一個YouTuber 繼續去 介紹香港樓市 自己獨立出來說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經驗豐富的記者 在這個 Blog 或者網站 它都有提到 Sea to Sky 其實應該是 有三萬三千呎的商業樓面 所以 其實 一邊 看到這些資料 會覺得 理論上好像真的有 首都有 另外一邊 Sea to Sky 這邊為什麼會沒有呢? 但是 另一方面 就看到一些 Facebook 的討論 裡面 有些 朋友留言 他就說 問過發展商 其實 其實 Sea to Sky 是沒有一個商場的發展部分 所以 其實 這裡 看起來 可能 發展商的資料 比較最準確 他都說沒有起 為什麼會有呢? 暫時來說 WIPP 就覺得 看來好像真的 很大機會沒有 但是 又是那種 比較 有懷疑的感覺 為什麼會沒有呢? 是不是應該都需要有呢? 可能大家可以知道的答案 去留言 討論一下 另外 其實在 這個 KOL的網站 那裡 有些特別資料 WIPP 抽出來分享一下 他有提到 在Sea to Sky 裡面 其實 跟其他 在康城裡面的屋院 一樣 大部分 都會有 六部的電梯 差了 他已經規劃了 有三部 就只去 比較低層的部分 另外三部 就只去上層的部分 其實有不同的屋院 都有不同的方法 有些屋院 就沒有睡 總之那六部電梯 就由最低層 去到最高層 都可以去到的 好了 今集關於Sea to Sky 的分享 就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收看 有興趣去理解 多些Sea to Sky 最新發展情況 或者之前的發展情況 可以在我們的playlist 看看 在WIPP豬仔頻道 這個網頁 YouTube裡面 你可以找到 一個playlist 就把所有康城 包括Sea to Sky 最新發展的 施工情況 就放在這裡 由九月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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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慢慢看到Sea to Sky 不同的月份 它的生長 或者發展的紀錄 另外其他的康城 有關的附近的建設 施工情況 每個人的影響都放在這裡 但如果不是 你想有一個 時間 sequence 去提供一些資訊 你可以去到我們 Facebook 有一個群組 因為Facebook 有一個特性 用日子來分享 不同的資訊 WIPP就把所有康城有關的影片 都加進去 你也可以在這裡 慢慢有一個 時間系列 去看資料 多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集見 謝謝